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歇淡 不是说想让你放手或者不放手 放弃或者 你不要去抉择这些东西 不要去选择我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 是淡淡地看 淡淡地旁观 就让自己去 从这个红橙里边的 拱拱这些 索索碎碎的烦恼里边 脱离出来 也去努力地做 但是说该努力也努力 但是不想都小心 不想 爱怎么就这么 包括对自己也是爱怎么就这么 就是包括这种淡 当然说该吃要害得吃 但是爱怎么就这么 就是说不要过结果 不能淡淡地就是 让自己淡出来 大家都是入世太深了 入戏太深 红橙太深就是入戏太深了 演电影演的自己真变成主角 演得太逼真了 伤心伤透了 哭也哭过了 笑也笑过了 太认真了 活得 都是好演员 一流的都是 然后累了 累了 就这一块儿 你要是能淡出来 气血自然也会不上 也会挺 其实年龄也是个幻境 年龄也是个假象 心是不会老的 心永远是 他心是如何 他是没有年龄的 心是 知识里即是 懂和不懂 但是他里边本性上的东西 是不老 不生不灭 不老不动的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那样 我大了还是 他里边那个本性是不变 心是不老的 他只是多了些知识 多了些人情是不 还少了些人情是不 少了些知识 少了些知识而已 懂得多个懂得少的区别 其实里边那个本性是不老的 还是一接受这些活法的 喜悦感就明显增加了 每天都是有喜悦感 喜悦 也不要刻意的一定要喜悦 你丢了那个喜悦 又觉得怎么这两天退步了呢 白雪了 所以只需要淡淡的看着 喜悦也不好 悲伤也不好 自己就是一些状态 一会这样一会 但好像这段时间喜悦多 伤心少 或者是烦少 烦少一点 就觉得进步 但是你只是能看着那个人 淡淡的看着那些状态 越来越去 就叫阴晴越缺越缺 就这样子 淡淡的看这些人 看这些事 看这个世界 看亲情 看友情 看爱情 看所有人一切 看深深事实 你不是需要 一开始就静下来 静下来 要什么也不想 达不到 很淡 但是很淡了 不那么投入的野戏 要退 要退 退 就是引退了 人家的名角 都说 叶语主角 开始引退幕后了 淡淡的 开始往后退 一这种状态 看清楚 原来我 我那会儿在那儿 乱七八糟 在那儿哭了好久 原来 哭啥呢 都不知道哭的 是吧 演戏演得太直认真了 叫真了 叫真了 叫真了就哭 哭了好久 你觉得很伤心 哭是可以的 你流流泪也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到底那些事 值得你那么伤心吗 你这一辈子活成那样 值得你为他伤心吗 这才是问题 说流流泪 说哭哭 哭就哭了 伤心才是问题 为什么伤心哭呢 不能笑着哭吗 不能说 哎呀好烦 哭两次就完了嘛 就像小孩子饿了 哭哭 吃饱了 人家就笑了 你说伤心伤心伤心死了 然后哭哭上没完 然后不哭也都哭死了 不哭也心里在流泪 然后就杀脱了 有些事情在这个世界 是不公平的 有些事情 它对你是不公平的 而且有些事情 确实有些人 可以葬事期 有些人 确实你是受委屈了 也确实是觉得委屈 但是 就算委屈了 就算不公平 伤心什么了 为什么要那么 guns 已经不公平了 已经委屈了 你再伤心 这不是有问题了吗 本来别人也对你 你已经已经喂 奥爭教授了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佛福为什麽这实现不公平 是因为要深深uzu-实的夜报 他受苦的时候自己没看见 他敔 extrêmement 十二自ers 这 여러분들跟我一起回来 这世跑出来 所以你看见他 也被人欺负过 所以我们总是转来转去 这辈子你欺负他 他却转来欺负你 没完没了 深深 situação 看过很多事的话 你就觉得很公平 如果看一世的话,太不公平了,这世界,不平等了 有些人就是觉得,啊,怎么这样呢?有些人就觉得好伤,有也是弱者 就不公平了 那我们做人的这样,坐在这,哎,我们被谁欺负,或者是什么,哎,你看看 那豆腐怎么办?我们今天吃了那么多鸡,那么多鸭,那么多鸡 那些人太不,就欺负我们这些豆腐 我们跟他同生在地球上,每天把我们宰了吃了,不是 我们也不是很残忍 所以这个不公平,看谁说呢? 看了这么美,这是要修的 嗯,对 就是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对,还是,所以要出一个地方修 打破一些人力的局限 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是只看了一辈子 所以为什么要修,修就是你打破这种障碍 就是局限性啊,时空的局限 当你一看到生生世世,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的时候 你就不会局限在人力的这个,这一段世界里 你觉得这一段世界,静静活活好像不对啊 他做了坏事,没果报 我这么善良,反而是好像恶报 你要局限在这一小段时间,你是看不到什么 你觉得真的很生气 但是一往一拉开,把失控一开始打开 你在这佛的果位上去看六道 你在六道里边拽有了那么久 你生生世世世做了很多好事,很多坏事 为什么他精切打你的耳光 你从去抽了他二十个耳光 原来上笔子,打你一个是少了 所以你就,哎呀,现在心态平衡 算了,热了,把人家上笔子打到人家那么多了 是吧? 你看到了,真的就是人家说那个 去哪里,有时候说我们说 俗话说,下了地狱看那个镜子里边 说你生生是干的,是缺在里边的,看见吗? 如果你真看见自己对他所做的一切 他这辈子骂你俩,觉得你肯定不自身 不敢自身,觉得米亏 哎呀,怀人家,怀了人家,怀了嘛 上辈子拿了人家的钱,跑了 这辈子,人家问你,拿了你几十块钱 你还要啥,不敢自身吧 人家怀就怀不怀就算了 就不生气了 他也不怀要,不给算了 因为你上辈子觉得你举了人家一杯跑了 是吧? 就是生生是,这是个很直接的比喻 来说,没有这么直接 但生生是有因果的 其实这是因果 这些现前的都是你的果果 都是叶报,叶报报镜,果镜 我们看到的外界都是叶报,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刚才说 你要想改变眼前的状态 不是着急,不是说觉得有压力 不是说赶紧去接善语啊,做善事啊 多做些善 去用正思维去对想别人 不要老想到这个人太自私了 用好的念去想别人 这样慢慢自己就把这个敲击过 就解决了 这样太对了 就是那个问题 现在就解决了 看我们有什么问题 老师这里躲,躲躲 这样会感觉这里躲 还有你的坐姿 你老是这样坐着就躲 你是气不通 对 你有时候坐着 对啊 你是老这样窝着坐 你那块儿 他这不是神气 坐的时间就窝着 你坐起来 坐起来伸展 或者慢慢的吃完饭 每天就在地上走啊 多站一会儿 不要坐下 我自己早上醒来就不起床 那时候就这样就揉 把这些地方又打嗝的去圈揉出来 每天揉他自己是圈 在地上 有什么东西 那这些地方 他想知道 那么多更多 那些地方